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馬 今天小馬要來介紹一個很重量級的聯名商品 就是New Era跟春上榮的聯名產品 那熟悉小馬的觀眾朋友都知道 小馬是一個超級的春上榮Fans 所以我買了非常多的春上榮的商品 當然這一次的聯名也不會錯過 在開箱這次新產品的介紹之前 小馬先來給大家科普一下 其實New Era跟春上榮這一次呢 並不是第一次聯名 他們真正第一次聯名合作 是在2017年的ComplexCon上面 春上榮跟New Era合作出了這一款 黑色的 然後有兩個大眼睛的這個圖案 這也就是New Era跟春上榮的第一款聯名帽子 是在美國ComplexCon上面的展場發售商品 那之後在2018年、2019年 ComplexCon的這些展場上也有一些聯名產品 那像這一頂就是2019年 ComplexCon在芝加哥舉辦的 當初推出的一款New Era的聯名帽子 那這帽子的側邊就有他們TNKK的廠商標籤 然後還有ComplexCon的這個立體刺繡 後面有一個小花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邊有一個熊 然後它的英文是CUBS的意思 也就是MLB的芝加哥小熊隊 如果你習慣看美國大聯盟的朋友就知道 你看在它的內標這邊 就有芝加哥小熊隊的這個標誌 也就是因為2019年那一次在芝加哥舉辦的ComplexCon 唯一一次辦在芝加哥 所以他們就找來當地最熟悉的東西 那也就是與芝加哥小熊隊做的一個三方聯名嘛 那這一款帽子是目前New Era跟春上榮聯名的帽子裡頭 市場吵架最高的喔 上一筆的成交價已經超過300美金 而且沒有人現在有貨可以販賣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2019年的ComplexCon 也就是春上榮最後的藝術策劃展 因為春上榮跟Complex的合約是只有到2020年 那2020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們是做一個線上網站販售的活動 但其實當時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也沒有任何的一些聯名產品推出 那到去年呢 ComplexCon已經換了新的設計總監 所以就已經不再是春上榮了 也就是說 春上榮ComplexCon的這個帽子 就是他們的最後代表作品 所以他的這個在市場售價才會越來越高的原因 這個我是在兩年前就買了 當初大概買不到台幣4千塊吧 所以我覺得算是蠻值得的 因為當時我就非常喜歡這一個帽子的設計 而且小馬本身喜歡MLB 比喜歡NBA還多 其實我是一個棒球迷 所以跟大家說明 New Era跟春上榮的聯名 其實是要回溯到 ComplexCon的展場上面 都有他們聯名合作的產品 直到今年New Era才正式啟動了他們的聯名系列 一次推出了十幾種帽款 小馬入手了四樣單品 第一樣單品是我非常喜歡的這個950的帽子 他是這種平板的 然後頭型比較大 是做排扣的 所以他都是可以調整頭圍大小 我覺得這個帽子非常好 就是跟之前ComplexCon上面選用的帽子 是一模一樣的喔 都是950的 那950對小馬這種頭圍比較大的人 真的是比較吃香 因為像老帽啊 網帽這些我戴起來都不好看 這些都是頭小的人戴才好看 像小馬自己本身是七又二分之一的 也就是大概59.6公分的大頭人 只能適合戴這種平帽 這種網帽老帽都不適合 都不會出現在我的穿搭造型裡面 因為戴起來真的很難看 大頭的人就真的不適合戴老帽 也不適合戴網帽 那這一個950的帽子呢 它是以New Era的logo去做設計的 上面呢是用電袖 然後小花的方式去呈現 質感細節非常好 那這頂帽子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在它的這一個帽顏的部分 它是一塊布 然後是滿版的小花 這個質感喔 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棒 那這頂帽子真的是非常感動 台灣New Era贈送給小馬的禮物 讓我可以搶先的著用 然後跟大家分享 除了拿到這頂帽子 我是覺得還不夠啦 所以我自己又花錢去買了另外一頂 我自己很想要的 就是這個滿版的小花 那它是全封帽 這個布跟平常的全封帽不太一樣 它比較薄一點 那整體質感是真的很漂亮 就是它滿版的小花 那每一頂的圖案都不一樣 都是隨機的 我是自己買來收藏 因為我覺得這個帽子真的非常漂亮 可是真的要穿出去 可能實穿性不高 但是呢 收藏價值是非常大的 所以這也是我入手 這一個帽子的一個原因 那還有看一下喔 這個吊牌非常可愛 孫上龍跟New Era這次的吊牌呢 也很用心的 做了一個屬於他們的品牌吊牌 所以像全封帽這個呢 小馬就是買七又二分之一的尺寸 平常我是不會穿啦 平常大概還是 以黑色系的這個帽子去做搭配 比較實穿一點 所以這一次的聯名 我就入手了這兩個帽子 那這次的聯名除了有帽子之外 再來就是服飾 那這個黑色長梯呢 是小馬覺得他非常需要入手的 這個長梯他數量非常少 從日本官方那時候的發售量就知道 黑色長梯是所有單品裡面最少的 胸前呢是一個經典太陽花標誌 後面呢是有好幾朵大花去成型的 然後一個白色的New Era標誌 衣服質感算是還蠻不錯的喔 他的這個舒適度綿度 都有一定的水準 所以我覺得他的這個評價蠻高的 版型偏大 是屬於美版的這種比較寬鬆的版型 所以這個長袖小馬是穿L號的 就是一個蠻舒服蠻寬鬆的一個size 這些單品的價位呢 基本上都是在2000出頭的價錢 他原價訂的呢是真的蠻便宜的 難怪第一天都被賣到秒殺 小馬還有再入手一件白色的短梯 那這白色短梯算是運氣不錯啦 那一天剛好去西門町 已經到最後尾聲 排隊排很多人嘛 我去吃個飯 然後回來看一看還有什麼東西齁 既然這件白色短梯還有一個XL 沒有人購買 我就直接去給他買走了 這原價入手的1880非常便宜 來這件白色短梯 他就是前面有這個 凱凱跟Kiki 還有這個New Era的品牌標誌 算是比較經典比較基本一點 跟黑色長梯比起來 它的設計感就比較少了一點 後面就只有村上龍的TNKK品牌標誌而已 所以白色短梯是稍微普通一點 不過我覺得2000塊不到的價位 來買一件村上龍的這個好看的短梯 算是蠻值得的 而且它的材質呢是還不錯 所以我就直接二話不說 最後一件XL我就直接買下來了 那版型的部分也是美版偏大齁 所以我穿得起來就是會寬鬆的一個尺寸 這就是小馬入手的試樣 春上龍New Era的聯名單品 那如果你想要去入手的話 基本上冒款的價位大概是 原價加1000出頭 三四千塊錢左右 算是目前市場上比較合理的價位 那如果加1000出頭可以輕鬆買到 我是覺得也還可以入手 畢竟這種東西聯名就這麼一次 未來也不會再出一樣的 所以想要去入手想要去收藏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網路上面去找找看 有沒有人去做販售 好啦 那這一次呢就是 小馬入手的幾樣單品 介紹到這邊 這三頂帽子 你們比較喜歡哪一款呢? 在底下留言告訴小馬 好 喜歡我的影片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